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们的生活中,交朋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通过与朋友相处,我们可以分享快乐和困难,互相支持和鼓励。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朋友。有些人可能会过于自私或者缺乏慷慨之心,这样的人并不容易成为好朋友。 然而,在十二生肖中,有四种动物被认为是既对自己很抠又对别人很慷慨的生肖。 让我们来看看这四大生肖,并探讨它们为什么适合作为好朋友。 生肖鼠 鼠年出生的人通常被认为是精明能干,机智聪颖的代表。 他们对自己非常抠门,善于节约和理财规划。 他们不会轻易浪费钱财,也不会随意借钱给别人。 他们总是想着如何增加自己的收入和财富,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然而,在与朋友相处时,鼠年出生的人却非常慷慨大方。 他们喜欢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并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财富和资源。 他们通常会给予朋友实际的支持和建议,使朋友们受益匪浅。 他们不会吝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也不会计较得失。 他们认为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互相信任。 鼠年出生的人非常重视友情,也非常珍惜自己的朋友。 他们会经常联系和关心朋友的动态和情况,也会在节日或者特殊场合送上祝福和礼物。 他们不会因为金钱或者利益而与朋友翻脸或者背叛,也不会因为小事而与朋友闹矛盾或者冷战。 他们总是能够宽容和理解朋友的缺点和错误,并给予鼓励和安慰。 因此,鼠年出生的人是非常适合交朋友的。 他们既能够为自己打算,又能够为别人着想。 他们既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理性,又能够展现出自己的温暖和感性。 如果你有一个鼠年出生的朋友,那么你一定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会是你最忠诚和最可靠的伙伴。 生肖牛 牛年出生的人勤奋,踏实,对自己要求严格。 他们通常会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而努力工作和储蓄。 他们不会随意挥霍自己的钱财,也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 他们总是想着如何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地位,为自己和家人争取更多的尊重和权利。 然而,虽然他们对自己很抠门,但对待朋友却非常慷慨。 牛年出生的人是非常忠诚和可靠的朋友。 他们愿意在困难时伸出援手,并为朋友提供坚实的支持。 他们不会拒绝朋友的请求,也不会推卸责任。 他们认为朋友之间应该互相扶持,互相尊重。 牛年出生的人非常重视友情,也非常珍惜自己的朋友。 他们会经常关心和询问朋友的工作和生活, 也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朋友赞扬和鼓励。 他们不会因为嫉妒或者傲慢而与朋友产生竞争或者敌意, 也不会因为误会或者谎言而与朋友产生疑虑或者隔阂。 他们总是能够诚实和坦诚地与朋友沟通和交流, 并给予朋友建设性的意见。 因此,牛年出生的人是非常适合交朋友的。 他们既能够为自己努力,又能够为别人付出。 他们既能够保持自己的稳重和沉着, 又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热情和真诚。 如果你有一个牛年出生的朋友, 那么你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因为他会是你最坚强和最信赖的伙伴。 生肖猪 猪年出生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善良、宽容、 乐于助人的代表。 尽管他们对自己可能有些吝啬, 但对待别人却表现得十分慷慨。 猪年出生的人乐于分享自己拥有的一切, 并乐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不会计较自己的利益, 也不会索取别人的回报。 他们认为朋友之间应该互相给予, 互相欣赏。 猪年出生的人非常重视友情, 也非常珍惜自己的朋友。 他们会经常邀请和招待朋友, 也会在重要的时刻送上祝福和礼物。 他们不会因为小气或者贪婪, 而与朋友发生冲突或者分歧, 也不会因为骄傲或者虚荣, 而与朋友失去联系或者疏远。 他们总是能够体谅和包容朋友的需求和感受, 并给予朋友安慰和陪伴。 因此, 猪年出生的人是非常适合交朋友的。 他们既能够为自己节省, 又能够为别人奉献。 他们既能够保持自己的简单和纯真, 又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热情和友善。 如果你有一个猪年出生的朋友, 那么你一定是非常快乐的, 因为他会是你最温柔和最贴心的伙伴。 生肖狗 狗年出生的人忠诚、正直, 对自己和别人都有着高尚的标准。 他们可能会对自己苛求很多,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慷慨大方的朋友。 狗年出生的人乐于助人, 愿意为朋友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物质上, 他们总是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不会利用或者欺骗朋友, 也不会背后说朋友的坏话。 他们认为朋友之间应该互相信任, 互相尊重。 狗年出生的人非常重视友情, 也非常珍惜自己的朋友。 他们会经常倾听和理解朋友的心生和困惑, 也会在关键的时刻给予朋友支持和鼓励。 他们不会因为自卑或者自满而与朋友产生距离或者隔阂, 也不会因为误解或者冲动而与朋友产生冲突或者伤害。 他们总是能够坦诚和诚恳地与朋友沟通和交流, 并给予朋友真诚和正直的反馈。 因此, 狗年出生的人是非常适合交朋友的。 他们既能够为自己奋斗, 又能够为别人牺牲。 他们既能够保持自己的原则和正义, 又能够展现出自己的忠诚和善良。 如果你有一个狗年出生的朋友, 那么你一定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他会是你最坚定和最诚实的伙伴。 以上就是我要介绍的十二生肖中对自己很抠, 对别人很慷慨, 适合交朋友的四大生肖, 鼠、牛、猪和狗。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如果你有, 请一定要好好珍惜他们, 因为他们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如果你没有, 请不要灰心,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你就会遇到这样的朋友, 并与他们建立深厚而持久的友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赞、评论和订阅吧。 也请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看这个视频的人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视频再见。